说到杨幂刘凯威离婚,这也算是在2018年里发生最爆的一件事情。 当时都预热了特别久。 刘凯威微博的一系列举动也是引起了大家的猜想。 最后官宣离婚的时候,杨幂刘凯威两人也在微博上挂了特别酒。 不过现在看来,他们两人似乎已经回到了平静的生活。 今天小太阳就来和大家说说和平离婚十六后。 刘凯威手谈真实感受,原因是受不了杨幂这一点。 刘凯威杨幂当时是因为拍戏认识的。 之后两人的联系也是很紧密。 在被传出恋情后,杨幂第一时间在微博发文否认。 而再过了不久,她也是自己打脸了自己。 承认了和刘凯威的恋情,到之后宣布婚训以及生下小糯米。 杨幂的人生一直都是很平稳而且快速前进的。 虽然她是当红小花中结婚生子比较早的。 但大秘密凭借着自己的实力还是成功地付出了。 并且也做到了最好,后来是越来越红。 反观刘凯威也是慢慢沉寂下来了。 因此杨幂一直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个女强人。 在背后拼命,但她这都是为了自己,为了家庭。 但这样的大秘密一直坚持着也让自己更累了。 而杨幂刘凯威两人离婚也和别的明星夫妻有着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。 那就是他们是和平离婚,而且杨幂也是没有争夺小糯米的抚养权。 这样悄无声息,和平分手的状态也是完全让人摸不着头脑。 到底两人是为什么要离婚呢? 毕竟两人也是没有仇没有恨,而且两人在一起也是这么多年了。 还有一个这么可爱的女儿。 最近刘凯威杨幂两人也是在离婚后首次现身活动了。 看上去和之前也是没有区别的,两人的精神状态都很不错。 看来情绪是已经自己私下调整好了。 而刘凯威在和平离婚16天后,也在节目中手谈真实感受。 原因是受不了杨幂这一点。 而刘凯威口中的这一点就是工作狂不顾家。 大家都知道杨幂忙工作忙到了三年回家次数不到30天。 或许这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恐怖的数字。 而对于刘凯威来说, 她的家境非常好,而且本身她也是很有能力。 她希望的是杨幂能少点工作,对自己和小糯米多点陪伴。 但大秘密是一个得失心,胜富裕都很强的女人。 只有让自己变强大,以后无论遇到什么事情才不会怕。 这也是坚强到让人心疼啊。 那你们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? 如果你们站在杨幂刘凯威的立场又会怎么做呢?